1 花1500万打造的咀嚼吞咽基地 利用台东高校跟人工甘来打造 19正式开播 公企设计的过程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这个计划的通过是高难度 我刚刚带队到台北接受审论 至少四次我亲自带队 台湾的经历快速努化 几空15年会禁止超高龄的社会 公企设计一家台湾超前保守 建体专举头一个用一条条的方式 被咀嚼咀嚼咀嚼就让人知道 我们可以根据老人吞咽状的状态的一个评估 去做一个不同的饮食的稠度的一个增加 大家肉吃醉丝 放入食物丛里去台中 沉淡泡水和汉面面的才好吃 整个部分的记得 有31件到时候 为所行餐的制作靠平保险 吞美金开合困练到口证教 总统部比赎重点家庭也专程度来 出事开播 情深体验到实际内地每一项工量 这个智慧化的医疗特别把这个基地整合 产学员还有各方的人 一个示范的场域 真的是可以说一个一条龙式的 对于咀嚼吞咽怎么样促进我们的健康 那这个基地其实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教考训用一次 我们教导学生在取决中验相关 包括在解剖 还有测试上面的知识 我们在这边训练它实际操作 我们在这边有做证照的考试 透过跨传给你们学的经科教学方式 好 这回到大人都可以 有很好的考虑健康 但后到你的生活 外交更快到够有尊严 密西新闻 国庸部都